枕边经典 点个赞哦 尽早谈恋爱 但别太早谈婚论嫁 千万别跟你第一次爱上的人结婚 但千万要爱和你结婚的那个人 恋爱缺乏经验可以增加次数 但如果婚姻频繁的一而再再而三 那你的人生将很可能会一败涂地 世界很大 但书最大 因为书可以让世界变小 书甚至可以让世界变成一本书 一页制 同时书也可以让你自己成长 让你长大 所以书是最大的 它和你的内心是直接相关的 它会丰富你的心灵 让你的内心变得饱满 细腻 生动 闪亮 由此你会爱上自己 也让你和世界有一种心心相应 这就是文学书的价值 它是讲人类心灵的故事 它是阐述 或者说挖掘人的内心 人的精神世界 坚持比天分重要 习惯是无坚不摧的力气 从一定意义上说 每个人都有自己擅长的 可以说是自己的天赋 我相信你有天赋 但如果丢掉了勤奋 你的天赋也不是你的 因为很多事情并不是一下子就成功的 任何事情 你要做大事情 都是会坎坷 会曲折的 有个来回的过程 钟摆是一左一右 人生也是这样 你不可能一直往前走 有时候难免要后退 而后退就是为了前进 如果说你不能坚持 很容易就会半途而废 所以我认为坚持很重要 比天分还重要 你认准了一个事情 就要咬牙去做 不妨极端地去做 欲望面前做减法 思想面前做假法 欲望确实是个无法满足的东西 它就像个多米诺骨牌 动一千百 它有一就会有二 有二就会有三 这个就需要有智慧 你要懂得 什么欲望是有害的 必须要把它从内心清除出去的 欲望如果缓缓相连 生而又生的话 那你肯定是变得手忙脚乱 最后就什么事情都做不成 所以在这个时代面前 我们要对自己的生活 尤其要对我们的欲望做减法 同时要让自己做一个有思想的人 多一个朋友多一条路 一个知己管你一辈子 有些东西 其实父母恋人是完成不了的 必须得要有朋友 朋友情兄弟情是一种很独特的感情 它有别于亲情 但是有时候又胜似亲情 因为你没有这样一个出口 内心有些苦 有些酸 没办法倒出来 你会过得很辛苦 甚至会被这些辛苦给压垮 在生命面前 你可以放下一切 我相信你们的父母 对你们也是这样的 我宁愿你苟且地活着 也不愿意看到你庄严地死去 这是天下所有父母的心情 所以在生命面前 你可以理直气壮地放下一切 别无选择 请别忘记 那一个抚摸 爱是需要训练的 爱别人是一种能力 就像我们学英语单词一样 你单词记得越多 你就越容易记新的单词 爱人也是这样的 你越去爱别人 就越想去爱 或者说 你就越善于去爱别人 如果内心没有爱人的能力 你很可能缺乏别人爱 这个时候就是釜底抽薪 得不到别人的爱 你就会很孤独 你就会有难没人救 生活越过越无趣 你就会变成孤家寡人 所以我非常建议大家 如果你爱自己 首先去爱别人 这绝对不是一句空话 假话 不要怕被羞辱 没有对手 你永远长不大 我们出门在外 同学也好 将来的同事也好 不可能同一颗心的 难免会有竞争 难免会有陷阱 亲人之间都会吵架 会有冲突 误会 更何况同事和同学之间呢 一方面我们要学习爱人的能力 另一方面你也要去练习 去学会承受委屈 甚至是冤屈的能力 不要害怕被羞辱 因为什么人都有 人生要经历那么多 你难免会遇到一些 让你难堪 尴尬的事情 那怎么办呢 不要耿耿于怀 谁都会遇到 就把它咽下去 把它忘掉 这也是一种能力 如果有缘 不妨去信仰些什么 人生多险 生命多难 我们要让自己变得强大 坚韧 有力 坦然 平安 宁静地度过一生 有时候真的是很难的 你也许会觉得 自己的力量根本不够 这时候不妨去信仰些什么 你可以去信仰一个人 甚至一个虚无的人或组织 我觉得心里有这么一个信仰 对自己也是一种支撑 有时候在人生大是大非 大灾大难面前 这份信仰会对你是一种安抚 它会陪伴你与你同呼吸 心连心 让你变得坚强 变得宽广 敢于去承担 去挑战 去赢得 人生没有如果 只有后果 你在做事情之前 一定要想好 不要贸然去做 不要随心随便地去做 你要负责任地去做 事情做了就是做了 不要后悔 因为没有如果 没有从头再来的说法 年轻人可能闯劲特别大 但毕竟阅历有限 做事情相对来说 缺乏一份稳重 这个时候不妨多想一想 多思考一下 找父母或者自己 新任的朋友商量一下 多一个参考 也是多一份沉稳 塑造自己是非常难的 但毁掉自己是非常容易的 确实是这样 塑造自己就是往上走 人生就是这样 你要完成一个雕塑也好 做一份作业也好 做起来很难 但要毁掉是很容易的 人类数千年的文化遗产 如果用一把火 也是很容易就毁于一旦的 人生就是一步一步往上爬 但是要跳下来真的太容易了 有时候会在一念之间 就放弃之前所有的努力 请给父母留一个角落 我们心里装着可笑的世界 装得满满的 傻乎乎的把什么都装进去了 但恰恰把亲爱的 养育你的父母记掉了 没有装进心里 如果有一天 你发现你的父母亲老了 你至少还可以多陪伴他们 但是如果有一天 你的父母真走了 你才明白过来 那你真的是会后悔不已 我觉得人生会有很多遗憾 但这会是其中最大的遗憾 好了 今晚的文章分享就是这样了 当然如果您喜欢有的声音 想听到我的更多节目 也可以关注到 我的个人微信公众号 枕边经典 枕是枕头的枕 边是旁边的边 就可以搜索到我 在每一个睡不着的夜晚 应用也会在那里 陪你收晚安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 订阅 转发 打赏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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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发 打赏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